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我传承了书里的恶毒男配 女主送外卖供我读大学 我转头勾到个富婆就把她甩了 后来 女主在男主的陪伴下成立了商业帝国 我又恬不知耻地扑上去求复合 表演结束 台下掌声雷动 学校里追求我的富婆抱了一大束火红的玫瑰 走上台 顾无言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台下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启哄声 答应他 答应他 我转头看向观众戏最后面 有个人正漫不经心地看着舞台上的深情表白 我俩眼神对视 他扯了扯唇 站起身要走 我不要 我女朋友看了会吃醋的 我看都没看得树玫瑰转身下了台 一时间 所有的目光都追随着我的脚步 我一把抓住了柳如烟的手里 柳如烟的身体僵住 却没有回头 我没换衣服 让你同学看见 会像你呢 我攥住她的手 委屈的小声嘟闹 可我打扮这么帅就是给你看的呀 你不想看我吗 过了好久 柳如烟慢慢转过身 声音带着点无奈 你先放开 我的手脏 这双手布满了老姐 摸起来非常粗糙 跟她温柔的脸一点都不搭 我仰着脸看她 弯了弯唇 不 你一点都不脏 我晃着她的胳膊撒娇 我演出这么成功 你都不抱我一下吗 别胡闹 我猛地将柳如烟抱了起来 两片薄薄的唇顺是贴到她的嘴上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娇称了一声 羞红了脸 口是心非的女人 到了宿舍楼下 柳如烟抱着我说了一句 眉头末尾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前的顾无烟 不要说在大厅广众之下报她 就是柳如烟来学校 看她都不让人来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 柳如烟眼睛定定地看着我 里面泛着我看不懂的微光 半想 她笑了笑说 既然你是我男朋友 那跟我去个地方 城中村 出租屋里 门一打开就发出一股霉味 屋里阴暗潮湿 只有一张简陋的单元床 连一个多余的凳子都没有 柳如烟坐在床上 眼皮抬都不抬 坐吧 屋里能坐的地方 只有靠墙那张床 偏她还大马金刀地坐在中间 我眼神一转 毫不犹豫地走过去 将她放在我的大腿上 柳如烟的身体一降 你又想要什么 我这个月的工资 已经都给你了 书中这个时候 柳如烟已经知道 原主并不爱她 去学校看她 只是想做最后的确认 最后看到她接受了复活 刚好这事我穿了过来 她私下和人合伙 开了一个互联网公司 虽然公司才刚起步 但她绝不会没钱 只是不想再花在 我这个渣男身上 我不要钱 我想要的是其他东西 柳如烟挑眉 你不会说想要我的肉体吗 她是真的漂亮 身段修长 脸蛋俊俏 确实有让男人垂涎的资本 我不喜欢小五 就是今天送我花的那个人 她总是纠缠我 你不是一直想倒贴的有钱人吗 喜欢钱也得有命花呀 上辈子我倒贴给了富婆 她出轨家暴 喜欢用钢丝球 我要求离婚 她用铁链把我拴进地下室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摆脱她 而柳如烟就是最好的对象 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帮你 因为你这张脸吗 我在她面前蹲下来 仰着脸看她 别的优势我没有 就这张脸我还是很自信的 毕竟上辈子就靠着这张脸 无数女人为我而折腰 就连最后 还是柳如烟把我从富婆手里救了出来 凭的不就是这张脸吗 我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 我现在可以实习打工还你钱 我不需要 你现在就从我家离开 正说着 突然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一个温柔的男生传来 刘总你在吗 柳如烟的眼神不自觉冷了下来 还带着一丝厌恶 她坐在那里如风过儿 仿佛没听到那个声音 接着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切而不舍了 自动挂断又响起 门外的人肯定也听到了 但却还是固执的一次次地拨过来 我直接摁断电话 走过去一把拉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个男生 她听到开门声 一抬头看到我愣住了 我上下打量她 这就是往后被柳如烟 捧在手心上的男主马走 她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 脸上洋溢着青春气息 看起来阳光帅气 只是因为在外面站了很久的原因 热的脑门上都是汗 而我穿着用柳如烟工资买的高档西装 头发是精心打理过的 两相一对比 她身体晃了晃 不自觉的明景了唇 唯有一双眸子里 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你是谁 我是柳如烟的男朋友啊 她没跟你说过吗 柳如烟当然说过 只是她从没见过两人在一起 即使是情人节时故无言都没出现过 马走日以为那只是柳如烟的托辞 谁知她真的有男朋友 马走日脸色发白 看起来随时要晕过去 柳如烟这时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 马走日 你来做什么 马走日眼睛红红的 递过来一份文件 说公司有急事 你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就过来了 我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你先回去吧 马走日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汗水混着泪水流进脖子里 那样子着实有点可怜 我从包里找出一包湿纸巾递给她 安慰道 别哭了 谁知她一把推开我 恶狠狠道 谁要你假好心 说爸一转身哭着跑了 看在她以后是柳如烟的心尖子 未来的财团男主的份上 我忍了 一转头 柳如烟脸色阴沉地盯着我 你干嘛对她那么客气 她不是你的同事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扬了扬手里的文件 柳如烟眼皮跳了跳 嘲讽道 没想到你还能看得懂这个 好吧 从前的我眼里只看得到各种奢侈品 每天的心思都在穿衣打扮上 甚至每次考试都是靠临时抱佛脚 最后柳如烟眼皮一抬 说道 现在你可以走了 现在走 想起上辈子被小五关在地下室的经历 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 我不走 小五总是守在我的宿舍楼下 我要住在你这里 我这里你确定你住的关 你去住酒店去 我没钱 住不起酒店 你别告诉我 一万块钱你七天就花完了 我一言不发地跟她对视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请问是柳如烟小姐的家吗 你订的空调到了 我走过去开了门 师傅跟我确认了信息 马里的抬着空调进来安装 柳如烟 你买的 话音还没落 又有人探头来问 是你们订的床吗 紧接着不到一个小时 陆陆续续又有商家送来了冰箱 沙发 热水器 柳如烟已经佛了 坐在她那张被师傅清理出来的单人床上 等到师傅全部安装完毕 对着床上的柳如烟说 小姑娘 你先站起来 柳如烟不明所以地站起来 几个师傅手脚麻利地把那张单人床拆把拆把抬走了 走之前真诚地说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代客扔垃圾服务 麻烦给个好评哦 柳如烟脸更黑了 我已经累得不想跟她解释了 直接从床脚的纸箱里翻出一套衣服抱着去了浴室 等我出来时 柳如烟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 柳如烟的衣服我穿有点紧 重规重矩的短袖穿在我身上就变成了紧身衣 柳如烟家里没有吹风机 柳如烟洗完出来时 我正在吃饭 听见声音一抬头就愣在那里 她头发没有擦干 只在上面盖着一块毛巾 最后沿着胸前的沟壳流进浴巾里 柳如烟唇脚勾勾勾 口水擦擦 我条件反射的一抹嘴 哪有什么口水 晚上我睡在床上 而柳如烟一米六五的身高窝在沙发上 看起来楚楚可怜 是她自己自告奋勾地睡在了沙发上 活该 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第二天 等到柳如烟出门以后 我回学校收拾东西 结果刚走到学校门口就被人拦住 小五脸色发青 看起来像是一夜没睡 质问道 你去哪了 我和我女朋友一起还能去哪 再说 我去哪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胸口剧烈起伏 高中就开始谈恋爱了 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她替我交的 我全身上下 穿的带的 包括吃的喝的都是她给我买的 她怎么不配了 我俩之间如果非要说谁配不上谁 那也是我配不上她 我简直气炸了 在我心里 你哪里都比不上她 你不就是比她有钱吗 这就是你优越感的来源吗 小五仿佛抓到了对手的弱点 嗓门一下子大了起来 我不仅有钱 我柔骨兔活还比她好 难道你想跟着一个又穷 活还不好的女人过一辈子吗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一直被你口中的穷鬼养着的 她再穷也没穷过我 还有 你要是在纠缠我 小心我女朋友来揍你 小五不以为远 你那个女朋友估计现在正忙着送外卖呢吗 哪有时间来管你 说着她就要上前来抓我的手 这时旁边突然伸出牢牢攥住了小五的手臂 只要关于我男朋友的事 我有的是时间 小五被抓得熬叫 嘴里一直喊着 疼 柳如烟不为所动 手向的浅子一样抓着小五 她声音冷得像是掺了钉 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否则 你知道的 像我这种穷鬼命都不值钱了 但是你的命可就不一样 小五被吓得脸都白了 一直连连点头 柳如烟的手一松开 她就连滚带爬地跑了 柳如烟转过来对着我 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 像是感动 又像是不好意思 好一会儿她的脸色才恢复正常 你不是说她纠缠你 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不是嫌弃我吗 柳如烟急了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那你为什么睡沙发 柳如烟的脸轻了又白 白了又红 跟个染钢似的 你一个男孩子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最后她结结巴巴地撂下一句 我没 没嫌弃你 盯着我收拾了东西 柳如烟直接把我带回了出租屋 你实习工作找好了吗 没有 你从今天开始到我们公司上班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她又接了一句 你的工资用来抵债 那我吃什么喝什么 柳如烟脸红了红 故作严肃 公司管吃管住 我跟着柳如烟去了他们公司 公司并不大 只有二十几个人 柳如烟领着我进去的时候 几个同事开始起哄 我偷偷转头 想看柳如烟看到这一幕心不心疼 结果一转头就对上了柳如烟的眼睛 她唇角带笑 眼神专注地看着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咳了咳 问道 我做什么工作 你跟我来 跟着柳如烟离开时 我听到身后同事们的讨论声 没想到柳总的男朋友这么帅气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温柔呢 对啊 你看柳总对他多宠谓 哎呦 俊男配美女 真是般配 突然 扑通一声 有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 紧接着几个声音叫了起来 哎呦 马走日 你怎么连杯子都没拿住 是不是太烫了 关上办公室门的那一刻 我回头看过去 马走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手里的纸都被他捏成了一个团子 我有点奇怪 柳如烟看起来一点都不喜欢马走日 为什么他们最后会在一起 难道真的是日久生情 你以后就当我的助理 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我就行 那我是不是妨碍了他们的感情 喂 你在发什么呆 我一回神发现柳如烟站在我面前 奇怪地看着我 你在想什么 你有没有感觉到 马走日喜欢你 那是他的事情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不喜欢 我把他辞退 你就一点都不喜欢他吗 他长得有一点点帅 又有能力 柳如烟的脸色疏地冷了下来 怎么 你很希望我喜欢他 怎么可能 我这不是怕你以后后悔吗 毕竟我什么都不会 只会花你的钱 我喜欢你花我的钱 就像你说的 我很喜欢你全身上下都是花我的钱买的 啊 你听到我和小五说的话了 柳如烟脸红了红 故作无事地咳了一声 过来干活 我请你来可不是闲着的 在柳如烟手把手的教导下 我很快就把助理这一职位干得如鱼得水了 跟同事们相处得也越来越好 偶尔也会一起聚聚餐吃吃饭 只有马走日 只要我参加的聚会 他从来不去 最近马走日拿下了一个大单子 晚上所有同事都缠着问他想去哪里庆祝 公司规定 谁签下来的单子 就谁指定餐厅 马走日不回答 眼神俱傲地隔着人群看向我 我笑了笑 转头跟柳如烟说要去做大宝剑 所以就不去参加庆祝了 这几天工作累到了 柳如烟不宜有他 只叮嘱我做好就在那里等他来接 我又去了我经常去的那家水药馆 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我的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 柳如烟没有打电话过来 只有两个小时前的一条信息 给你叫了外卖 你吃完在那里等我 别乱跑 打电话过去 柳如烟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最后直接打不通了 我心里猛的一紧 立刻打个车过去 到了包厢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猛地推开 同事们看到我都非常惊讶 顾无言 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呢 客户那边有点急事 刘总和马走日临时赶过去了 我勉强扯了扯唇角 哦这样啊 那没事了 等柳如烟回来麻烦告诉他 我先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好几次 我直接挂断 打开了微信 马走日两分钟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 被女神亲自送回家的路上 连空气都是甜的 佩图是一个女人开着车的侧脸 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 柳如烟到家时已经是十一点了 是我失约了 态度良好 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柳如烟掏出手机点了几下 疑惑到 手机怎么会调成静音了 我冷笑一声 今天谁碰过你的手机 柳如烟想了想 马走日说他手机没信号了 借我手机打了一次电话 你不会怀疑他动了我的手机吧 他摸了摸我的头 安慰我 也许是我不小心按到的 我装作无意 问道 你之前不是很讨厌他吗 柳如烟想了想 笑着说 确实有这回事 之前他老是问我一些弱智问题 我觉得很烦 但后来我发现 他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 你还送他回家了 他跟客户喝了几杯白酒 有点醉了 我就顺路送了一段 我心里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 沉甸甸的 命运之手好像在无形中操纵着一切 也许最终他们还是会被彼此吸引 那一瞬间只感觉心灰意冷 我拍开他的手 我累了 先休息吧 柳如烟按住我 你有情绪 他眉眼温柔 眼神里是显而易见的深情和焦虑 就那么毫不掩饰地展现在我面前 我丝毫不怀疑他此刻的真心 如烟 你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睡 如烟以为自己听错了 冷冷的 我低下头凑上去吻上他 嘴唇落在他薄薄的眼皮上 他的身体一瞬间颤了颤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 身边已经空了 微信上有几条未读信息 今天不用上班 女朋友批准你请假了 早餐在微博炉里 你热一下再吃 吃完早饭 我把自己的衣服装了一个包 其实我也没什么东西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柳如烟买的 陈姐来接我的时候 一直叙叙叨叨的 你放心 我可是业内的金牌经纪人 跟着我保证让你一泡而红 这话我相信 毕竟上辈子就是他把我推到眼底的宝座 你确定没留把柄在前你有手里吗 我跟你说 等你以后红了 他给你爆出什么黑料 那可不得了 你尽管放心 上辈子 我把他利用完转身娶了小五 最后成了娱乐圈最炙手可热的男明星 连这样他都能绝口不提 这辈子就更不会了 给我争取到了一个男三号的试镜机会 这对于我来说没什么难度 我演完以后 导演当场拍板签了合同 这部剧整整拍了半年 我也拿到一笔丰厚的片酬 我把这些钱统统转给了柳如烟 即使这些钱现在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这一年里 柳如烟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 成了炙手可热的商界新贵 而我拍的那部电视剧也在某台上演 我也因为纯熟的演技有了一些知名度 陈姐趁机给我接了几部不错的电影 B时间我的名字开始被大众熟知 紧接着我的各种黑料也开始满天飞 网上只要输入我的名字 下面立刻出现一排词条 顾无烟整容 顾无烟被包养 顾无烟背后的神秘金主 甚至我那次跳完舞 抱着柳如烟的照片都被人挂到了网上 标题就是 演技派男明星的外卖初恋 那张图露出了我清晰的半张脸 而柳如烟的脸却看不太清 我穿着定制黑色的西装 我发了半天的评论全是骂我的 陈姐气得都快把抱枕抠烂了 你看看这说的都是什么 红了之后抛弃贫穷前女友 你明明是和她分手后才进入的娱乐圈 还有这个说你女朋友送外卖供你上大学 你红了之后抛弃前女友 说你忘恩负义 他们知道事情真相吗 就会张嘴胡说 其实他们也没胡说 我是只搬专攻我上大学这件事 陈姐狠狠瞪了我一眼 那些钱你不是早就还她了吗 钱是还了 情没法还 陈姐最后骂泪了 叹了口气 这件事只能从源头解决 你能不能让她出面发个微博 就说你们是在你禁卷之前分手的 不可能 为什么 我认真的看着陈姐的眼睛 编了一个听起来可靠的理由 她结婚了 老公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让她出面说这个不是破坏别人家庭吗 陈姐结婚好几年了 能深刻体会已婚男人对老婆初恋的在意 立刻放弃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最后她叮嘱我不要做任何回应 最近就在家里避避风头 等到有新的八卦出来 大家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 我听话的表示一切听她的安排 你真的什么都听我的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你让我上刀山我都不带犹豫的 那好 我给你接了个广告 就那个爱言集团的 之前人家找过我们好几次 你都不肯去 那么多艺人争着抢着都没这个机会 你这次趁这个时间去把广告拍了 你要是再不同意 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我同意 陈姐满意地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带我赶去了拍摄地 广告拍摄的倒也顺利 都是圈内人 没有人会当面提那个关于我的新闻 但是私底下依旧挡不住别人窥探的目光 尤其是到了午饭时间 有人给我订了五星级酒店的豪华餐食 那个奢华的诗盒 一提进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陈姐一脸猛 这是你病的 我无辜贪手 我还以为是你病的呢 她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你做什么美梦啊 工作人员都在暗地里窃窃私语 估计这一下我被神秘金主包养了传闻 很快会得到一些自称圈内人的证实了 陈姐显然也想到了这点 脸色非常难看 要不我们不要吃 那边人家看到我们有豪华午饭 连盒饭都没给我们准备 不吃就只能饿肚子 再出去吃只会耽误拍摄进度 何况送都送来了 不吃不是更浪费 于是乎 我们陈姐在一群人炙热的眼光里 淡定地吃完了所有的饭菜 本以为这个插曲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还不到半个小时 又有人送了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过来 对方还说是布老师女朋友请大家吃的 大家短暂地冷了一下 很快就欢呼道歉 谢谢顾老师 让你女朋友破费了 陈姐把我拽到角落里敲打 你实话告诉我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确认是谁 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女朋友是谁 你相信吗 我相信你才有鬼 她看着我 慢慢瞪大了眼睛 你真不知道啊 我点头 陈姐如临大敌 会不会是某个疯狂迷恋的粉丝定的 完了完了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 万一她来读你怎么办 一整个下午 陈姐都是草木皆兵的状态 只要看到有穿着外卖服的人走进来 就紧张地盯着人家 等到导演一说结束 她立刻收拾东西带着我离开 一刻也不想多待 然而当走到停车场 看到车前站着的那个 笼罩在黑暗里的身影向我们走来时 陈姐的心理防线瞬间被击溃 她马步一扎挡在了我面前 声音发着抖 你快走 我拦着她 我一动不动 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越走越近 陈姐急得都快哭了 你快走啊 柳如烟走到了陈姐面前 看着她那户小机式的架势 笑了下 她神情温和地伸出一只手 我也是不无言的女朋友 柳如烟紧接着的这句话 直接把陈姐吓得愣住了 她的脖子机械地转了个90度看向我 目光呆滞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我想回答说没有 但不知为何 看着柳如烟嘴角淡淡的笑意 总觉得莫名悲伤 否定的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她最近跟我闹别扭 不好意思 让你费心了 陈姐整个人仿佛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 最后走的时候 连脚步都是飘的 偌大的停车场只剩我们两人 柳如烟率先走向了一辆车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跟上 直到坐进车里 我才发现后面还坐着马走 不过两年没见 她整个人憔悴得像是老了十岁 一看见我 她眼里的怨气都快要溢出来了 柳如烟坐在驾驶座上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说吧 马走日肩膀一抖 开始了竹筒倒豆子 对不起 是我把柳总的手机关了静音 还删了通话记录 照片也是我偷拍的 其实柳总只是顺路把我带到了地铁站 我一言不发 马走日终于控制不住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自从你走了 我是一天好日子都没了 柳总三天两头地安排我出差 不是甘肃就是西藏 他还说 要是你不原谅他 他就把我派到非洲去 马走日摇着我的袖子 哭得肝肠寸断 可怜我才26岁 就被折磨得像是36岁 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交过一个 我看着他眼下那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着实有点可怜 忍不住安慰道 哎 你别哭了 我原谅你了 马走日煞时收回眼泪 冲着驾驶时戚戚爱爱地说 我完成任务了吧 那非洲的事 你不用去了 听到这句话 马走日毫不犹豫 立刻开车门下车 一眨眼的功夫就跑没影了 那样子仿佛车里有鬼追他一样 柳如烟目视前方 连眼尾都不扫我一下 利落地启动车子 一路上 我几次试图开口 都被柳如烟居人千里之外的表情吓退了 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 最终停在了城东村 我跟着柳如烟走过长长的行道 来到了一个低矮的民房门口 柳如烟熟练地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 我跟着走进去 这里所有的一切还保持着和从前一样 就连床单都还是从前我们一起选的天蓝色 只不过被洗得有点泛白 柳如烟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 坐在沙发上喝了几口 我挪到床边坐下 静静地看着他喝着可乐 他的脸跟从前没有任何变化 也许是不爱笑的原因 嘴唇拧成了一条平直的线 浑身上下透着冷漠疏离的气质 但不知为何 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看着这样的他 我感觉心里涌起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感觉就连这床单都冷呼呼的 我突然一愣 等等 好像哪里不太对 我疏地起身 果然 纯蓝色的床单上一块鲜红的屋子 柳如烟看到我的动作 眼神看过来 也停在了那一小块血迹上 他拿着可乐的手遁住 一张脸红了又轻 我看了看他的眼神 鼓起勇气 我没有准备那个 柳如烟你没 哪个 柳如烟想到什么 俊脸一僵 半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想都别想 自己去买 我不说话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看他 柳如烟瞪了我几秒 最后败下阵来 气急败坏地唤起出门 这里距离最近的24小时 超市有很远 我从窗台看下去 柳如烟一路小跑着 夜风吹起他的头发 看起来异常温柔 15分钟后 已经换好衣服的我 躺在沙发上 看他将着脸忙来忙去 换床单 洗衣服 接着去厨房 端了一杯红糖浆茶地给我 生姜扑面而来的辛辣味 让我不自觉皱起眉头 我不要生姜 柳如烟竖着眉毛 哼了一声 我劝你别做 最后在柳如烟冷脸的监督下 我被迫干掉了那碗姜茶 喝完 我的嘴巴里都是辛辣味 胃里一阵翻涌 好想吐 张嘴 我下意识配合张开嘴巴 下一秒 嘴巴里被放了一颗糖 轻轻一米 淡淡的话 眉味在口腔里撕散开 瞬间掩盖了生姜的味道 柳如烟的声音依旧冷冷的 带着不耐烦 就你是多 我拽住他的手臂 仰着脸看他 对不起 他低下头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异常认真 对不起什么 所有的东西 顾无言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没有安全感 你就这么坚信我会喜欢上别人 他眼底硬着的是清晰痛苦和无奈 他什么都没做错 做错的人是我 最后我还要因为这个怀疑的他的真心 认定他会变心 自己不配被我喜欢 那为什么要玷污我的清白 我酝酿好的情绪 被他一句话打得七零八落 再也哭不出来了 眼泪要掉不掉地挂在睫毛上 就这样瞪着他 你一个霸道总裁要什么清白 柳如烟冷哼一声 你没看到网友说的吗 清白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 你把我的嫁妆夺走了 是想让我单身一辈子吗 我恨恨地瞪了他一会儿 然后伸手抱住他的腰 把眼泪和鼻涕都往他身上侧 柳如烟嫌弃地掀起一摆 给我擦眼泪 不许哭 哭得丑死了 他身材娇小 看起来异常地可爱 我不由自主地把手悄悄放上去骂撒 柳如烟忍无可忍把我的手拽下来 把我整个人抱住 这种时候你就老实一点吧 睡觉 不知是不是红糖浆茶起了作用 第二天一整个上午 我的肚子都暖暖的 最近反正没工作 我早上就跟着柳如烟来看他上班 他工作 我在旁边吃东西看电影 中午秘书进来问柳如烟要吃什么 他头也不抬 冲着我扬了扬下巴 让他决定 秘书这才发现旁边沙发上还躺了一个人 我扬起脸冲他甜甜一笑 我想吃螺蛳粉 秘书看清我的脸 被吓得嘴张了又张 半天愣是没说出一句话 柳如烟就没看向我 你想都别想 说吧转头对着秘书咳了一声 声音冷冷的 发什么愣呢 给他订份排骨汤 秘书这才反应过来 忙不迭地点头出去安排 我起身将他抱起 抱着他撒娇 可是我就想吃螺蛳粉了 这时门突然被打开 秘书去而复返 总裁 您还没说您吃什么 要不给您定 柳如烟把我的脸按在他的胸上 我和以前一样 还有 再买一份螺蛳粉过来 好 好的 吃好饭我和柳如烟正躺在沙发上 找了一部我演过的电影来看 只要女主一出来 柳如烟就开始横挑鼻子竖挑演 这种演技也可以当演员吗 他那看你的眼神跟看一块我花肉死的 怎么 他家闹饥晃了 就这一马平穿的身材也好意思脱衣服 而有我的镜头一出来 他就立刻开启另一种模式 这个嫌弃的眼神演得非常到位 一看就是演技拍 我俩正看得起劲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秘书抱着电脑冲进来 全然不顾柳如烟的冷脸 他把电脑往我俩面前一放 总裁 你上娱乐新闻了 网页上正中间形醒目的黑色标题 独家 顾无言背后的神秘金主浮出水面 点开的一瞬间 我和柳如烟牵牵手走进公司的照片谈了出来 高清无马 看得一清二楚 新闻360度剖析了柳如烟的发家史和现有身家 甚至连过往情史都被扒了出来 一张模糊的照片被放在了下面 里面的女孩一看就是柳如烟小时候 而我因为偏着头看她 只露出了小半个侧脸 网友们在评论区疯狂发言 女方发家了以后抛弃初恋 男方成名了抛弃前女友 两人渣女配渣男 天生一对 怪不得出道以后资源那么好 原来是有金大腿 路人一个 纯粹就是觉得两人很般配啊 再说了 各位网友们就没有前任吗 柳如烟发了几张照片给秘书 又低声交代了几句 秘书激动地看着柳如烟 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 好的 我马上去通知公关部 陈姐接着打来电话 一开口就连珠泡似的 你先别着急 我会联系网站让他们把新闻撤下来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微博 陈姐沉默了几秒 紧接着发出一声怒吼 顾无言 你是不是给我整什么幺蛾子了 前女友的事还没过去呢 你是想被网友的唾沫淹死吗 柳如烟把电话接过去 声音温和有礼 陈小姐 我就是网上说的那个前女友 微博热搜上 爱言集团的官微发了一条声音 先是承认了自家总裁 和知名男明星的恋情 并详细陈述了柳如烟的创业史 感谢了一直陪在身边的男朋友 顾无言 再言辞犀利地痛斥了无良的偷拍者 并表示会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下面九宫阁里满满当当地放了 我和柳如烟的照片 第一张就是被媒体放出的 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只不过这个是高清的 能清晰地看出那个仰头 看向柳如烟的人就是我 然后是我俩从十几岁到 二十多岁的各种牵手照 最中间那张是我抱着柳如烟 这张图清晰地露出了柳如烟的正眼 最后面两张的背景 都是柳如烟的公司门口 一张是他刚开始创业时 下班后他坐在小店驴上 给我戴头盔 另一张就是今天新闻里的 我俩的牵手照 网友们激动坏了 妈呀 这是什么绝世爱情 磕到了 柳如烟 顾无言 爱言集团 连公司名字都是唐 原本以为是渣女渣男 不想竟是纯爱战神 我以前的公司也在那栋楼 刚开始同样都是 租了一间写字楼 如今人家早就买下了 整栋大楼 而我们公司却早就倒闭了 这才几分钟就发文公开了 有后台就不用跟公司商量吗 陈姐用公司官微 回复了这个网友 娘家人同意的 你有意见 这句话瞬间引爆了网络 网友们纷纷开始称公司为娘家 一时间 娘家人这三个字 成了网络热格 后来 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说起了这段往事 那时无数人被你们的感情触动 大家都说 因为你们又重新相信了爱情 我看向台下的某个人 笑着轻声说 我也是因为他才又相信了爱情 观众顺着我的眼神看过去 发现了坐在最后面的柳如烟 瞬间发出一阵尖叫 我与柳如烟对视的照片 也被人拍下放到了网上 网友佩伦 愿你我都能遇到那个一件 你就先